那种渴望 那种求变 那种单纯 平均年龄28岁 用了28年就把中国改变了 一个伟人他不可能 生来就伟他 走路不行的话 他就奋跑起来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 电影1921的导演 黄建兴老师和主演 王仁君老师 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欢迎二位来到 新华社的演播室 那我们知道1921是一部 以历史背景为 这个题材的一部电影 那我们就很好奇 1921在创作的过程中 是怎么最大限度的 去还原历史 同时又能平衡好 历史真实和艺术创作 之间的这个平衡的 我们就为了展现 这个真实的展现 这一年的过程 我们1比1 还原了这个 这个一大二大 新青年杂志社 博文女校等一个区域 其实很简单 就是为了电影 摄影机能自由运动 实际上这一段历史 凝聚的这几年的历史 是无限丰富的 我们以往其实都表达的 没有那么充足 特别是从艺术的角度 表达的没那么冲突 所以这次我们就决定 我们前后 写前头 鸦片战争之后 到最后共和国成立 这个我们用八分钟 我们留下两个多小时 给这一年 这是一个巨大的改变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焦点 对准了人物 因为这些人物 真的是无限丰富 你等你研究出去 研究他们的时候 就会很多 每个人都有具体的 一个心理动机 开始要走上革命 这条道路的具体动机 观众是充分理解 我们这次就特别在意 发掘这些东西 观众会感动 李达那场戏也是感动的 就是华国柴 然后唱国际歌 很多人也是很感动的那个地方 我们这次就是 大量做人物是要做到这个 在心理层面 是跟我们能够 能碰触我们最柔软的那一部分 让我们有联想 这样我们会觉得 这些人物特别真实的 在我们面前 刚才那个黄导也提到说 这个电影是希望大家能记住 历史当中的这一个个的人物 那我觉得观众们 非常印象深刻的一个人物之一 就是王仁钧老师扮演的 年轻时候的毛主席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特别的好奇 就是很想知道扮演像毛主席 这样的一位领袖 到底是什么样的感受 会不会很有压力 第一次其实很兴奋 因为感觉从来在我的 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 没有想过我可以扮演 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 接到同志的时候 觉得很亢奋 在我拍摄1921之前 简性导演给列了一个长长的书单 而且提供了很多特别宝贵的 早期时候的这个人物的书信文稿 因为一个伟人 他不可能就生来就伟大的 他一定是通过他的不断的努力 不断的探索 不断的成长 一步一个脚印的 慢慢的成长为人民领袖的 在他的青年时期一定是风华正茂的 一定是书生义气汇吃方球的 一定是充满着青春 充满着热血的 我需要的就是你进入到 这个人物的精神世界和内心世界 去展现他的人物情感 去塑造他的人物性格 可以这样我们去投身创作的 好 那我们注意到1921这部电影 其实也已经在北美 通过移动电影院上映了 而且也将在这个英国和阿联酋 进行上映 所以我也很好奇 就从一个国际化的角度来说 这部电影就是做了哪些努力 让一个在中国本土发生的故事 能够易于外国的观众们 去理解 去欣赏呢 我们就是很真诚地 讲述了一个故事 让它更接近于大家 欣赏的电影本身的艺术规律 让人物能够生动起来 让这个通过人物 表达了中国这些年变化 跟中国这批人的关系 跟中国人民的关系 跟我们生活的关系 它具有故事性 我们当然也希望更多的人 会了解我们从哪来的 我们这共和国从哪来的 我们这批人对中国 为什么到今天 依然有那么巨大的影响 中国人秉承的是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主张 我都是希望电影通过艺术的方法 能把这些东西比较艺术地传达出去 能使人这样的有志 因为感性的欣赏过程 是比较容易接受的嘛 是的 那这些年就除了1921 我们也看到很多别的中国的电影 逐渐地走向海外 而且在国际上也收获了一些好评 那二位觉得中国电影 在走出去方面 还有哪些是需要再加强 我觉得能够说教的东西少一点 情感的东西多一点 要把思想藏在情节人物 整个的剧情中间 然后能够通过综合能力 来表达出让我们能理解这个东西 这是一个方面 当然类型电影是另外的 你不知道功夫片啊什么什么 这已经是中国创造的了 全世界都在看 我觉得我们的主流电影的出去 就是说是让我们 让国外观众要意识到 我们的主流价值观 其实跟人类的主流价值观的一致性 就是我们所谓人类共同体 那个一致性 有了这个 我们艺术的表现 它就会越来越宽道路 通过1921这一部电影 您二位想要通过这个电影 就是向海内外的观众 传递出哪些信息呢 我们这个电影里讲了 中国的这样的近代市场的一段 很重要的一个阶段 讲了一批人 这批人是我们共和国的地道者 我们从这个故事里看到 他们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让广大的人民 能过得更好 这个价值 这个东西今天依然是这样 所以我们会说到 人民是全世界的概念 所以我们会有一种 就是人类共同体的概念 希望大家都活得好 都能够彰显出 这个国家的魅力 或者这个就叫未来的美好 我们想通过这个电影 也说今天我们的日子 跟100年前是天壤之别 但是这只是我们新的起点 这是我们人类一起的起点 就是大家都希望 有一个起点变到更好 所以这是一个特别特别真诚的表达 那最后我也想邀请二位能够通过我们的摄像机 和海外的我们的影迷们 粉丝们来分享一些你们想说的话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921是我们付诸了很多心血的一部电影 我们把自己的情感 自己的思索都放在里面 我们希望这部电影你们喜欢 也希望通过这部电影 你们对中国那个时期发生的事情有所了解 对中国改变中国的那一批 在我们心目中最伟大的人有所了解 对中国有更深的了解 谢谢 大家好我是王仁军 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 观看这部传递信念 传递理想的电影 1921 如果您喜欢这部电影 请按下一个订阅 然后您会赞到1921 选择电影机的选择 在北美国的电影 如果您喜欢这部电影 请请订阅一下 请订阅我们的感觉 谢谢您和我们一起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